大家眼前的就是果汁玻璃曲奇 材料很簡單 首先將無鹽牛油放在室溫 攤到軟身後 加入油砂糖一起用電動打打器 打成奶白色忌廉狀 優惑後我們就可以加少許雲呢拿香油 然後用蛋糕刮拌勻 然後分兩次篩入低筋麵粉 每次加低筋麵粉後 再用蛋糕刮拌勻至沒有粉粒 然後再加第二次 這個曲奇餅的材料很簡單 只是用了無鹽牛油、有砂糖、 雲呢拿香油和低筋麵粉 不需要加泡打粉也不需要加沙打粉 雞蛋也不用加 但是吃出來的口感很鬆化 用蛋糕刮拌勻至差不多 我們可以轉用手 把它拌勻成乾滑的粉糰 然後分兩份 其中一份放在保鮮紙中間 然後用木棍壓扁它 大概壓5mm厚 然後放在托盤冷藏5至10分鐘 另一塊粉糰都一樣壓到5mm厚 然後一起放進去 記得中間要隔著保鮮紙 好了可以拿其中一塊粉糰出來 用曲奇帽吸出你喜歡的形狀 然後放在鋪了烘培紙的焗盤上面 因為曲奇餅的主要成分是牛油 所以我們放進冰箱冷藏後 粉糰不會太軟 你們就容易吸毛很多 之後準備一個小小的毛 在中間吸的形狀 然後用牙籤挑出來 挑出來的部分 可以放在旁邊一起焗 或者放入原油的粉糰中 冷藏後再拆過 每塊曲奇之間 要預留半吋位置 因為焗的時候它會漲大 好了 吸完後 我們就要把它放進冰箱冷藏10分鐘 以及預定焗爐 然後一起入爐焗 180度 12分鐘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處理好 果汁糖 我會用刀把它們切碎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用大馬力的攪拌機來打碎它 因為如果太碎的話 焗出來就會起很多泡泡 準備好之後 就到我們曲奇也焗好了 拿了曲奇出來之後 焗爐千萬不要熄 讓它繼續蓋住 而我們就把那些 水晶果汁糖放在中間 可以放滿一點 但一定不要出界 放滿之後 就可以放入焗爐 繼續用180度 焗多4至5分鐘 焗到3分鐘的時候 我們可以留意糖溶完味 如果有些空位 是沒有填滿的 我們可以加多顆細細的糖 利用剩下1至2分鐘 焗熬它 漂亮的玻璃曲奇 就出爐了 大家記得 等它攤凍了 才好離開焗焙紙和 是不是快快得好 晶瑩剔透呢 這麼容易做 大家快點試一下做 記得 狗仔不吃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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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